梦中的那片海正在热播当中,肖战在其中的表现非常棒,尤其是两场比较经典的枯息,让人心碎。 最新这部电视剧已经来到了高潮的情节,肖春生马上就要开启另一段幸福的时光,而且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商人。 肖春生的人生本不该止步于此,虽然他接连经历了很多的打击,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,在经历了打击之后才能够激荡起内心的求生欲望。 他不仅要站起来,而且还要做一番漂亮的事业。 肖春生的大结局自然不用我多说,他跟女主角两个人不仅把事业做得有声有色,还各自都完成了自己的梦想,婚后的生活也是特别幸福,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矛盾,这样细水流长的爱情可真是令人羡慕呀。 但其实除了肖春生之外,还有一个比较令人羡慕的人,他的婚姻生活也是非常美, 但是他的婚姻生活跟肖春生是两个样子的,节奏不太一样。 肖春生童小梅两个人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多吵架,没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情,虽然女方话不多,但是他们看着彼此就已经非常开心了,两个人是属于心照不宣的。 但是对于肖春生的姐姐来说,婚姻并不是如此,肖春生的姐姐也是一个特别重情重义的人,虽然她更加喜欢童小梅,但是对红林也没有什么意见,更没有干涉弟弟的感情。 在红林遇到困难的时候,她也是尽可能地筹钱给到红林,这样的一个姐姐,真的很难得。 姐姐跟齐天的感情跟肖春生不太一样,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可能就会有很多吵架伴嘴,但是这些全部都是生活的调味剂。 虽然姐姐不是那么隐忍,或者说是腼腆的人,但其实也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存在,而且照顾人是妥妥的。 虽然姐姐平时挺能调侃齐天,但是心里不知不觉已经被对方所吸引了,这个人看起来是一个小婚婚,但其实重情重义,未来说不定也会有自己的一片天下。 姐姐跟齐天两个人最后也是结婚了,而且他们的婚姻特别幸福,别看齐天有一天不好的过往,但是后面很有可能把生意越做越大,因为他之前的人脉都还在。 如此可见,这姐弟两个虽然目前经历了很多磨难,但是之后的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 虽然生活给了他们磨难,但同时也给他们送了两个贵人,他们不仅成家了,还把事宜做得有声有色。 从最后的大合照能够看出,萧春生的姐姐肚子大了,应该是还了一个孩子,有消息爆料是一个男孩,从演员的表情上能够看得出,笑得真的非常开心,这个就是幸福的味道吧。 看来,大结局最后的赢家是萧春生的姐姐啊,不仅婚后幸福,遇到了一个很好的,很珍惜自己的男人,而且还花了一个孩子,真是为他感到开心啊。 姐姐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,这是应该得到的吧? 梦中的那片海结局,一国华走私医疗设备,与萧春生在起冲突,童小梅之与萧春生,萧春生跪地告白,赫红宁和萧春生的结局早已注定。 即使萧春生没有被炸上双腿,赫红宁也不会和她走到一起,毕竟两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,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赫红宁破一现实的无奈,狠心抛弃了萧春生,转头嫁给了叶国华。 萧春生心情很是落寞,她承受不了这么残酷的事实。 最终,萧春生离开了心爱的部队,童小梅就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了萧春生身边,为了让萧春生重拾希望,童小梅自学针灸,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双腿做实验。 与此同时,她也在精神上用心鼓励萧春生,久而久之萧春生看到了童小梅的魅力和美好,心中泛起了一丝涟漪,而童小梅没有因为治愈好萧春生变称火打劫,反而还鼓励萧春生好好考虑未来,发自真心地祝福她能找到更合适的人。 但是童小梅不知道的是萧春生早已爱上了自己,而是觉得她是出于感激之情才会对自己这么好。 直到萧春生对童小梅正式告白,她才开始放下自己的顾虑。 为了和童小梅并肩前行,萧春生投入到医疗行业,最终两人志趣相投,日久生情,随着童小梅和萧春生的关系升级,两人也迎来了偶像剧中的名场面,那便是萧春生跪地告白和求婚。 婚后的两人小日子过得滋滋有味,萧春生和别人不同,她心中有先进前卫的新观念,身上有强烈的冒险拼搏精神,同时也具有敏锐的时代信息洞察力。 她在医疗行业做得非常成功,还创了春小医疗,成功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,和童小梅也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叶国华误入歧途走私医疗设备,与萧春生在起冲突,萧春生被炸上双腿后,不仅没有任领这份功劳,还将功劳推到了叶国华的身上,摆在萧春生面前的就只有退伍回家。 看着前途近世的萧春生,和红林转头嫁给了对自己有更大帮助的叶国华。 这边的萧春生在童小梅的陪伴和照顾下康复得很好,二人也洗劫连力。 进入21世纪,萧春生他们一群走过青春岁月的兄弟朋友,在时光流逝的浪潮中,他们心中的理想信念也发生了变化,渐渐开始选择天各一方发展,各自找到了正确的人生目标。 萧春生和别人不同,他心中有先进前卫的新观念,身上有强烈的冒险拼搏精神,同时也具有敏锐的时代信息洞察力。 他选择和退伍后的叶国华从事了医疗器械行业,之后,叶国华处于对萧春生的极度开始侮辱歧途,走私医疗设备被在海关的陈红军发现,叶方为此想让陈红军拉他一把,但遭拒绝,这是叶方和他矛盾的激发点。 最终叶方也和陈红军离婚,得知了这些的萧春生和叶国华二人在商场在起冲突,最后坚守诚信与意气的萧春生感化了叶国华。 在国家需要医疗器械支持时,叶国华放下自身利益从大局出发,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,人生各有风云轨迹,争逢飞速发展的新时代。 他们抓住这个历史机遇,带领团队迎向时代的洪流,纵使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波折,但最终成功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三位男主三种结局,陈红军黑化与叶方离婚,萧春生创业成功,日进抖金,萧春生在阴腿伤回家后,父亲也去世了,这让他崩溃,幸好这时候他的身边有童小梅的陪伴。 为了让萧春生重拾希望,童小梅自学针灸,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双腿做实验。 与此同时,他也在精神上用心鼓励萧春生,久而久之萧春生腿终于好了,同时也看到了童小梅的魅力和美好,真正喜欢上了他。 两人喜结连理之后进入了21世纪,萧春生心中有先进的新观念,身上有冒险拼搏精神,正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。 他抓住这个历史机遇,选择了创业,从事了医疗器械行业,在他努力拼搏的日子里,童小梅一直在背后支持鼓励他,也生下了女儿萧贝贝。 最终他创业成功,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,日进抖金。 这边的叶国华在与贺洪明结婚后,但是功成名就后的贺洪明又念起了萧春生的好,和叶国华在不断的争吵中离了婚。 叶国华再次遇到萧春生,和他一起创业,但是极度使他面目全非,开始走私医疗器械。 萧春生之小后两人在起冲突,最后坚守诚信与意气的萧春生感化了叶国华。 在国家需要医疗器械支持时,叶国华放下自身利益,从大局出发,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陈红军进入了海关当领导,终于凤凰南本性爆发,他不满意当下所有的一切,总想掌握更多。 最终和叶方协议离了婚,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又是一年冬天,萧春生等人重聚冰场,回想青春往事,怀念梦中的那片海。